哈喽,大家好,我是芒果 接下来将用几期的时间来分享我们常见的热门花纹的勾姿合集 满满干货,大家记得点赞关注哟 第二集,我们来分享鱼骨针的勾姿教程 首先,我们要勾一排短针 接着,从正面勾一行鱼骨针过去 再从背面勾一行鱼骨针过来 就是这样子,正面,背面,反复勾姿,勾到自己想要的长度即可 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勾姿方法 我这边用的是锁边起针的勾姿方法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 比如环形起针,或者是片勾都可以 那鱼骨针呢,没有起针术的要求 大家可以根据实际需要来勾姿它的长度 那我这边,变子针勾完之后 我们导数第二针开始回勾短针 好,我们按照这样的方法把这一圈全部勾完 勾到最后一针之后 我们要做头尾的引拔连接 好,引拔完之后勾一个起立针 好,我们现在来开始勾姿骨针 勾针穿过第一针的针目,带线出来勾一个短针 接下来,我们需要挑起短针最外侧的这半边针 勾针穿过去 接着,继续穿过下个针目,带线出来 绕线穿过所有线圈,这样完成一个鱼骨针的勾姿 继续,调起最外侧的半边针 接着,穿过下个针目,带线出来 绕线穿过所有线圈 把所有线圈拉紧,接着勾一个起立针 好,这样第一圈就勾完了 那接下来,我们要翻转到背面 从背面这里来勾姿 这里注意,线在里面,勾针在外面 穿针过来 绕线 带出线圈 然后勾一个短针 好,接下来同样,调起最外侧的这个半边针 勾针调起最外侧的半边针 同时,回穿过针目 带线过来 绕线穿过所有线圈 勾针调起最外侧的半边针 穿过针目,带线出来 绕线穿过所有线圈 一直重复这样的勾姿方法 直到把这一圈全部勾完 好,背面这一圈的最后一针勾完之后 我们做头尾的引发连接 勾针同样,调起最外侧的半边针 从内往外穿过第一针的针目 绕线带出 同时穿过所有线圈 然后拉紧 拉紧线圈 勾一个起立针 这时候我们要翻转到正面 来继续勾之 同样,勾针穿过第一针的针目 带线出来勾一个短针 接着继续 调起最外侧的半边针 穿过下一个针目 带线出来 照线穿过所有线圈 整个鱼骨针的勾之方法 就是不断的重复 正面和背面的这两种勾之方法 一直勾到自己想要的长度即可 是不是很简单呢 鱼骨针的勾之教程就分享完了 我是芒果 喜欢记得点赞关注我哟